跨年當天 高雄阿聯區 有兩輛轎車發生碰撞 那麼其中一輛失控 撞到路邊的兩庫民宅 也造成兩車駕駛跟乘客 總共是四個人受傷送醫 而元旦凌晨在台南仁德區 則是有轎車轉彎時自撞分隔島 當場180度翻轉 兩車相撞 一台轉了半圈 另一台直接從電線桿和民宅中間 穿過去 瞬間揚起大量煙塵 這是另外一台 巨大撞擊聲響 嚇壞住戶 大家跑出來一看 全都傻眼 不但滿地車殼零件 白色轎車車頭也撞到全毀 原來跨年當天中午 兩部轎車經過高雄阿聯區連山一路 其中一輛左轉 另一輛直行 結果兩車發生碰撞 直行車被撞後 再去撞到路邊兩戶民宅 好在住戶都沒受傷 不過兩車駕駛和乘客 一共四人送醫 傷者意識清楚 沒有生命危險 傷亡駕駛進入酒駕 驚險車禍也發生台南 原段凌晨有駕駛開車 經過中山中正路口 左轉時不慎撞到芬戈島 車子翻了180度 四角朝天躺在車道 駕駛人輕傷自行就醫 駕駛的酒車值是零 本案是否是疲勞駕駛 以及相關的肇事責任部分 正調查相關的影像 厘清責任中 是人為因素 還是車子失控 都要進一步厘清 駕駛開車上路 務必小心再小心 要是出了車禍 賠償修車是荷包痛 受傷可救是皮肉痛 記者高雄台南綜合報導